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佳炫 企业财报盖过了贸易战的忧虑 再加上美国隔夜股市走高 促使了亚洲股市 周二B10时普遍上扬 马股全天起了11.34点 收报在了1791.09点 在汇率方面 亚洲货币今天走势波动 马币对美元早盘一度跌至4.08令吉 但五盘回稳 效盛至4.0740令吉 而马币对新元则起至2.9818令吉 紧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今天大手笔买进了2亿3342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以及散户 则分别净买出2亿1277万令吉 以及2064万令吉 接着我们来看起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首相东马哈迪与夫人 昨天到日本福岗展开为期四天的官方 今天还向当地的媒体透露 目前已经有一家公司给日产和丰田写信寻求合作 以协助第三国产车计划 读马说按照现代制造标准来说 获取日本汽车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值得一提的是 当初宝登起步阶段的合作伙伴 也是日本的三菱汽车 读马自五月在相就积极谈论生产新的国产车 但一些市场参与者就坚称 大马年度汽车销量不到60万辆 因此并不能够达到生产所需的规模经济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全国共有多达22天的特别开采期 但为了减少赌博活动造成的社会问题 政府计划2019年起减少自票博彩公司 特别开采天数 此消息一出 让博彩公司引来卖压 成功多多以及万能的股价应声大跌 其中万能全天跌了9仙 以二令吉10仙作收 而成功多多也全天下挫了9仙 收报在了二令吉29仙 市场盛传 乙保工程有意检持 乙保种植的56.2%的股权 这项消息马上引来两大买家 表达强烈的意愿 既大家所熟知的 丹斯里李深进领导的IOI集团 以及沙巴大亨丹斯里刘楚勋 控制的合成种植 大马投行分析员就表示 IOI集团是并购交易的领袍者 如果要展开全购 可能需要出价22亿8080万令吉 IOI集团以39亿4090万令吉 脱售荷兰油纸业务的70%股权之后 管理层目前正积极寻求收购地库的机会 以拓展种植业务的上游以及下游业务 截至今年3月尾 该公司总共握有37令吉的净现金 今天财经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